你敢相信吗 用生活中的垃圾就能提炼出来汽油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信 但是看完这个视频后 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发明人 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接下来就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首先准备一个高压锅和一卷软管 然后把软管的一端安装在高压锅上 注意要密封延时以免发生漏气 接着用电钻在罐子上面钻出两个孔 然后把连接高压锅上的软管穿过去 再用另外一根软管连接第二个孔 作为出油管 再用热绒浇密封延时 随后把一些废弃的塑料瓶和橡皮 放进高压锅里 盖上盖子后放在火上开始加热 同时还要把另一端的罐子放在盆里 用重物压实 然后往盆里加入冰水 作为冷却装置 当高压锅加热15分钟后 可以看到软管里面有液体在往下流 当加热到35分钟后 罐子里已经有了一些黄色液体 这就是汽油 接下来我们看看能否点燃 可以看到火苗非常的大 各位老铁觉得这样的汽油 能用在汽车上吗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